你们有听说过光头侠吗 最近国外发起一个寻找光头侠的挑战 只要你的头最光最亮就能成为当天的光头侠 一开始大家还没怎么在意 毕竟哪个国家没几个光头呢 但直到这个男人的出现 如果不是今天所见 你可能永远不会相信 这个视频竟然能骗过这身上99%人的眼睛 注意看下面这张照片 看到照片中那个黑人了吗 不 不是他 我说的是另一个 你敢信吗 眼前这只全身乌黑的小鸟 竟然比抖音90%的人还要有钱 哪里 几个月前 一个叫虫鸟没型的视频博主 在自家窗前发现了一只受了伤的八哥 又遇到是天气炎热 善良的博主便决定收留八哥 并在一段时间的进行照料后 将它放回了大自然 可没想到 这八哥不仅不停的给博主磕头 说什么也不造 而且为了报答博主的恩情 居然还开始 每天从外面往家里调钱 而且调的金格越来越大 从一开始的五块十块 到后来的五十一百 短短两天半时间里 八哥就装满了一抽屉的钞票 看到网友们是羡慕不已 但渐渐的博主发现了不对劲 这家伙到底是从哪里搞的钱 于是才被询问八哥 钱从哪里来的 可没想到八哥的回答 却直接把博主给整形了 说实话 你的钱从哪里搞来的 你敢信吗 眼前这个作用千万粉丝的黑人小哥 终于还是被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逼疯了 最近黑人主播speed竟然作死 在直播时发起了 阳光彩虹小白马不要唱挑战 一开始一些都还比较正常 但直到他听到了 这绝对是一个99%的人 都无法猜到结局的视频 2018年 由加拿大举办的 世界自由自行者巡违赛上 一个平时垫底的男子 不仅爆冷获得了第一 而且还打破了多项记录 于是主办方便怀疑他有作弊的嫌疑 赶紧调取了监控 可没想到监控里面的画面 缺了所有人都彻底蹦不住了 哪里 what the fuck 我不是看完下面这个视频 你绝对不会知道 俄罗斯热心市民的道德水平 到底有多高 你敢信吗 你敢信吗 眼前这个出现过之路下的男人 竟然成为了全宇宙人的笑柄 一次采访中 他面对主持人提出的奇葩问题 情不自禁的发出来了黑黑的笑声 因为这个笑声过于磨性 于是 在鬼才网友们的艺术加工下 各种搞笑版本层出不穷 有马利奥版的 有太空人的 而那所有人都蹦不住的 还得是接下来这个无缝衔接版的出现 我的 dog stepped on a bee 嘿嘿嘿嘿嘿